歐宋 跟這一群優秀的舞台去演員一起演這個MV 你會覺得那是很爽 是每一個人每一刻每一秒 給你的能量都是滿滿 我其實把這次的MV 就是當成生前告別式在面對它 所以我覺得過程都還滿開心的 就希望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也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但是不是我走的時候他們在那邊哭 是我還在的時候我們一起在那邊笑 我的作用也在出現在你的夢中 我倆我先到一步 阿姨 後面到底有什麼事嗎 說齁 我感覺這四人最快樂的時候 是跟大家做一二三木頭人 你們大家都叫我做鬼 我這次真的要做鬼 阿姨 希望大家不要悲傷 要歡歡喜喜 所以咧 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大正有說他這個音樂 就是跟著畫面去想的 結果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結果大家對於畫面想像都是一樣 跟這個情感都是一樣 我覺得這音樂很開心的畫面 就是大家身邊都會有的一種同學 就是他放蕩不羈阿 然後很白目阿 但他人不壞 我們用死者的角度去講說 他死掉之後 他身邊的人也都能開開心心的 不要因為這個事情悲傷 因為這是他想看到最後的風景 天才阿就是一個滿樂天 什麼事情都是熱觀看待的人 就說面對生死也一樣 因為思念而去做 你所想念的這個王者會做的事情 會是心裡一個放下的過程 我覺得難得的是 大正把我們這群好朋友找過來 然後我們其實在鏡頭外 都在開一些很惡劣的玩笑 但同時這個故事又滿悲傷的 所以我們就是笑到肚子痛 然後又哭到眼睛很痛 真的真的 同學之間 而且又是生離死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功課 但是也是每個人最難跨過的那個坎 每個人對於死者的投射 其實又滿不一樣的 大家彼此的渲染就還滿動人的這樣 到現場的時候 第一個場景是佈置靈堂 對 這個景真的學得太好 然後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一大早要哭或是要趕上什麼 還進不去 音樂一放 馬上 沒有辦法 而且眼淚就是真的就 就出來了 就噴出來了 真的 跟這一群優秀的舞台 去演員一起演這個MV 你會覺得 那是很爽 是每一個人每一顆每一秒 給你的能量都是滿滿 我其實把這次的MV 就是當成生前告別式在面對它 所以我覺得過程都還滿開心的 我希望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也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但是不是我走的時候他們在那邊哭 是我還在的時候我們一起在那邊笑 這次跟火器合作我覺得很棒的是因為 火器是完全交給創作者 我也很感謝火器人相信我 然後就是我們就拍了一個純劇情的片 這種感覺對創作者是很開心的 大家演員合作我覺得很過癮 因為他們有好多東西 每個人色其實也都很鮮明 我一直很期待就是這樣 就是可以跟演員一起創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好 謝謝大家 小心